哈喽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个超级战斗之路新加开的关卡 就在今天早上游戏更新之后 攻略网的大佬们已经把它给破解出来了 相信有在追情报的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关卡了 十个关卡已经全部知道了 然后在今天早上同样的 这一张战斗路LR 特兰克斯青年期 官方也已经发布了它的能力了 这边就稍微介绍一下啦 因为这一次我主要是想说 来介绍一下这新的十个关卡嘛 这边就稍微提一下这张 新的战斗路LR 它的队长技是属于Begita系普啦 然后是120%的攻防加成 算是普通啦 一般的战斗路LR都是这样子的等级 然后毕萨技方面嘛 都是一回合攻防上升 不管是超毕萨还是12期毕萨 然后伤害就是按着毕萨跟18期的毕萨的差别啦 然后主要就是在于它的被动啦 是80%的攻防加成 然后就在按照不同的顺位 然后会获得不同的能力 这边就稍微讲一下 在攻击参加中啦 Begita系普除了自身以外 每多一体它会多一气 然后回避能力会提高15% 所以最高它是可以提到30%的回避能力 算起来还不错啦 有一个中确立的回避力 接着嘛就是它比较重要的能力来源啦 站在一号位的时候攻击时 站在一号位攻击时 我方全体气力加3 然后自身的防御力60%提升 所以不要被先攻大招 一切都会很好很好用 然后站在二号位的话 攻击的时候啦 都是攻击后它才会触发 Begita系普类别的 我方全员气力加3 然后自身的攻防30% up 我个人啦 我个人是觉得站在二号位是最好用的 以搭配它的必杀技 它会算是相当顺一些 然后最后三号位攻击的时候 自身的气力加3 然后攻击60% up 然后这一个三号位是它能 最大化的发给它的攻击能力的地方啦 它的能力整体就是这样子吧 正式正式的话 要等到我们把它给打完过后才来试用啦 OK 然后这一次战斗路嘛 十个新增的就稍微来说一下 首先就是Ikari Bakuhatsu 愤怒爆发 然后Revenge 复仇 接着就巴达克小队 然后恶逆飞盗啦 再来就是地球人 然后Special Pose 还有魔人之力 极继的成长 力战奋斗 以及最后的救世主 就是以藏这十个啦 然后这十个类别嘛 它们都是比属于去年2020年才出的卡 像愤怒爆发就是去年5周年之后的Virusama 然后就接着318赛亚人日的巴达克 然后配合着巴达克一起出的那个巴达克team 其实都是去年出的 除了地球人啊 地球人好像是比较前一点出的 然后Special Pose就是去年的黄金走 魔人之力也是黄金走的 极继的成长是KFLA 5页的KFLA 然后接着6页的栗战奋斗 以及8页头的 栗战奋斗是去年的气息 然后救世主是去年的8页 在全世界同时活动之前 全部都是去年的 所以都算是蛮新的 它们的队长相信很多人都没有 这边就大列的来稍微讲一下啦 首先我们就是按照瞬息啦 愤怒爆发类别开始好了 这个类别来说 如果没有Virusama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推的是 靠这一支来代替剧场版BOSS 因为用这个类别的话 我们可以组到好友那边 我们可以借来炎盘布罗利 就是今年318赛亚人日 刚刚推出的那一张 极织的布罗利 只要在关卡成员是有孙悟空的话 那么绝对是好用啦 剧场版BOSS 然后搭配这好友的就可以用啦 这是另一个组队思路啦 在于没有Virusama的话 要不然的话 如果自己有极织的布罗利的话 可以组祸行破坏 也是不错 蛮强的 要是都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要组这个 用这支Zamasu来做代替了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极细气力加3 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来组好友的极织的布罗利 也是OK 如果前面两支 刚才我讲到了啦 就是这一张布罗利或者 枝属的布罗利没有 这边的话其他队伍 还是有的组的啦 也不是完全不行 只是有点麻烦吧 像这一张 Rose 他倒是可以走到蛮多 可是没有没有 这张的话配不到我们的队长技 只能就是用 用这个Virusama的话也是配不上 大致上也是这样子吧 两个 我觉得因为也要有高一点的通关力 像现在的战斗路 我们上一轮 悟空戏谱那些都觉得有一点难打了 虽然说现在一次出新卡 会导致那个关卡越来越简单 但是我们以现在这些卡来说 老实说这一边的 憤怒爆发我觉得这一张是重点啦 很需要他上去 K全场 一定是会蛮暴力的 这一张上去的话蛮好打 我大致上是有组出来的 憤怒爆发 我是打算这样子用啦 剧场版BOSS 然后好友的跟他借那一个 极织的布罗利来尝试 会比较nice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的队伍 我个人有的队伍 是组不出什么太好的啦 接着嘛 接着第二个类别是 复仇嘛 Revenge 在憤怒爆发旁边 这边的话 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巴达克啦 巴达克我是那时候蛮幸运 有抽到一张 可是因为没有凯路 其实也不是太强势啦 所以想说如果要用 代替的类别啦 可能如果是有这一支布罗利 因为他是L奥的关系 其实是比这一张更豪华啦 但是只是讲代替啦 就可以 组这个复活战士 有130%的加成啦 也算是不差 而且 那个巴达克本身 也吃得到他的队长剂 所以好友那边 就再选回巴达克 也是OK 复活战士 这边组出来也是蛮强力的 可以配合这些赛鲁啊 弗里扎啊 来用 整体来说 这样子做 而且里面有一个最强的 这个清元旗的悟饭啊 终极悟饭 这个关卡老实说 难度 不会到特别 特别的难吧 因为有这一支悟饭在 其实只要有抽到他的话 很多关卡 都会蛮好打的 在这一次啦 这一次的新开的那个 嗯 还有嘛 除了这个复活战士 另一个队伍 我们就是 哎呀 我把那个revenge 给按掉了 还有就是 就是配合 因为G大特也是在这个类别 可以用G大特 的未来篇 mix那个潮汐的角色来组 也算是不错 蛮多角色在里面的 这也是其中一只 只是讲大特 G大特在战斗路上 其实没那么好用 会有点危险啦 而且就是 虽然说未来篇 他有血攻 170%up 是蛮高的 但是防御力只有130% 其实还是偏危险 如果没有让他跌到攻防的话 本身的能力值 就有待商量啦 哈哈哈 再来嘛 这个还有一张就是 我觉得 蛮不错的 就是最凶一组 这一只速速的酷啦 因为有170%的三维 然后在这个类别内 其实蛮猛的 嗯 两张 不管是资金佛 或者速金佛都好 然后再搭配上普助啊 这一些 诶 战队 这个军团啊 Metal Kula军团 都算是ok 我觉得是 会有难度啦 打起来 但是 应该有机会突破 哈哈哈 这边就是在于复仇啦 复仇的那个 组法也是很多 前面几个 几个关卡都还蛮不错的 后面的话就很痛苦 接着嘛 就是同时期一起推出的 巴达克小队 这是 组一个免费卡的概念啦 这一张一定要有啦 然后 如果有这一张的人 是非常幸运啦 在这个关卡上 绝对会很好打 因为这一只巴达克 Mix这个巴达克小队的话 它的连接会最大化 而且攻击能 攻防的能力都不会很强 很好炸 然后 然后另一队 我觉得 另一个顺利应该就是走这一只了 可以 可以封印技能 然后 每巴达克小队类别的魔方 每多一体 它就会增加10%的减伤 虽然说没有增加防御力啦 它的这个角色 但是 最大有50%的减伤 然后再配上道具啊 35% 40%这样子 它都是可以在 这个队伍内 扛得住伤害啦 非常棒非常棒 应该也是 难度不会到很高 然后这一边的话 如果有这一张 托马然后又面到相当高的话 我觉得是 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啦 它可以降低伤害 而且它会帮我们全员加气 以及加攻击 再来嘛 就是它还可以回复血量 可是就是 嗯 它没有防御力这一点 是相当的危险啦 如果是比较担心一点的话 后面的四只 就全部组这个巴达克小队 新的 新的物理巴达克小队 就不要组大员了 然后中间这边 其实它还有一张 这一个 嗯 这张 前阵子极限jack的巴达克大员 也算是不错用啦 攻击能力会相当的强 可以考虑把它给安进去 大列上在巴达克小队就是这样子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巴达克小队 它的角色就最喜欢的 哈哈 ok 然后下一个嘛 就是 二逆飞到啦 二逆飞到这个 这个 这个类别老实说 它的队长 它本身类别队长 也就只有这一张 诶 那八倍极大 而且也是只有130%了 哈哈哈 其实不搞 真的是不搞 真的是不搞 如果是 有 之属的大部 就是 我们这一轮318的话 机场版那个大部的话 直接用那一刻来 组机场版 Boss Blitz 破坏 还强过这个Naba 跟Begita 肯定强过 如果有抽到的话 像我本来没有抽到的话 所以我没有办法 嗯 我只能是 大概 组成这个样子啦 从 这个队伍内 重点还是 这个 布罗利 利大部跟 激大部啦 就是靠他们两个把 伤害给打出来的 诶 这边稍微看一下 如果是讲 刚才就说了 如果是有直大部的话 我们就直接指 直大部的剧场版Boss 如果没有的话 激大部的 复活战士 照样也是可以组 在这一边还蛮多的 复活战士的角色 诶 要说到多啊 好像也还好 其实可以组得出来 但是就 偏麻烦 哈哈哈 然后 那个 有 那一张叫什么了 哈 隶属的 佛杰克 隶属的佛杰克 的话 可以组这个 Ujiu Wataru Senshi 这边的话 也是蛮强的 因为 我们可以用得到这个 Frizzah Sama 第一型态 然后再搭配上这一支 哈哈哈 算是 算是蛮猛的吧 然后 不过主要还是要看 敌方的角色啦 如果敌方角色 有熟悟空 西普的话 会很好打很多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会蛮勉强的 不过这个类别 倒是蛮多代替 代替角色的 所以 整体来说 还OK 然后除了这边的话 还有就是 L2桃红的未来篇 或者就是 黑悟空的 时空穿越者 也是可以组 so far也是不错的角色 要不然的话 这边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立桃红嘛 他拿来组120%也是可以 可是就需要 混合到所有的属性啦 这是在于 没有队长 或者没有副队长的情况下 老实说 如果只要有 几支的 布罗利 然后整队组 巨场版BOSS 绝对是最简单打的 这个类别 布罗利本身的强度很够 能减伤 肯定好打 可惜啊 就是没有抽到 太浪费了 然后接着嘛 地球人 第五个关卡 是新开的 地球人 地球人就是 队长技 老实说 不需要代替啦 把这只克林给农出来 就有一个 150%的队长加成了 而且气力是加4的 非常好用 这边的话 我大概是这么个主法啦 地球人 用克林 然后五天老师 克林 然后两位那个 撒旦 再加上 这一张 天津犯 可以降攻 这边的话是防疫力够高啦 而且还可以弃绝 算是不错 可能我会考虑 再把这张 隶属的克林给换掉 换成 换成这一张 OK 然后让这张跟这一张 待在一起 也是可能 这边都是做考虑 还没有确定 因为这边 地球人老师说 蛮多角色是可以用啦 反正主力一定是克林本身啦 127必杀 开出去 敌方全体 敌方全体伤害 哈哈 绝对是nice的 如果是 要 打高伤害的话 就抄必杀 而且可以跌攻跌防 不过我相信 以战斗路的特点来说 我们一定是 开127必杀来全体攻击啦 而且还有 中确率的气绝 再来 龟仙人跟克林把一起的话 又有40%的攻防加成 这边的话 其实 我也是 有稍微考虑一下 要不然就组全部龟仙流 然后就让 让这个 武天老师啊 就是龟仙人 他的复活 复活可以启动啦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OK一些 嗯 这个就 再 再来考虑好了 因为太多 太多 太多人选了 这张也是 可以把它摆进去 因为对 鸡排气功类别 有加成啊 他跟武天老师在一起的话 算是不错 这场可能就是 摆在第三 顺利用来 普助那个 武天老师 就是龟仙人啊 可惜他就是自己 没有龟仙流啊 要不然的话 这一张会很安全 吃了到这个 龟仙流的 连接的话 那么 暂时就这样子 可以看一下啦 这边 蛮多的 而且很多是 免费角色 像我这边 如果是说我这边 排出来的 只有两张是 石丑的 然后如果把这支 之鼠的 撒旦给换掉 换成那个 素鼠的撒旦土屋的话 他就变成 五张是免费卡了 这个地球人 几乎都是免费卡 不相信 各位是 农不出来啦 所以要突破 应该不会太大的难度 嗯 接着第六个 就是 Special Pose 特殊知识 特殊知识 的话 除了这一张 可以 这一张 可以做队长之外 这张就是本身的队长 血攻防 170%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一张 它也是有小队长 120% 如果是没有这一些的话 可以 组这个 活泼女孩 然后 mix这个变成枪法 嗯 这一张 如果两边 两边都放 活泼女孩的 这个队长的话 整个队伍的安心度 是不错啦 会降攻降到很多 剩下的就是 要看场面的 要看这个 关卡的难度啦 不过 以特殊知识的角色来说 应该是不会给到太难啦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 代替啦 代替品 就是这个 bcbc 然后另一个的话 就是 混血赛亚人 用这一支 这一张啦 这一张乌范 组混血赛亚人 可是也是只有120% 相当危险 不过这个的好处就是 我们好友的队长 就可以选择 这个 物田克斯啦 然后 我个人 组出来的话 是 欸 对 在这边 混血 我个人觉得 这个混血起来 会比较好一点 像这一张 这一张 Topo的话 因为只要有 三张以上的 第11轴代表 存在的时候 它就会 再多加110%的攻防 然后 同个攻击系列 有其他第11轴 它就可以全属性 cut 所以它这张 我就觉得 一定要把它弄上去啦 摆在上面算是 就是会 蛮可以增加整个 战斗的安全度啦 反正 Topo跟这个 这张免费卡 摆在一起 它们就是互相的 普通 这张可以无限叠方 在防御力方面就安全 我们首先在 战斗路考量 除了 攻击最大化之外 就是防御面啦 所以这张 我是考虑把它给 弄上去啦 如果没有的话 就把它给 攻击力最大化 不要 不要mix 十一宇宙的 的角色 然后全部都摆 这些战斗型 我刚才那边 有上的是 还有另外的就是这一张 你这张的话 我选择跟它 配的是这一张嘛 因为有 BGBG 所以 这一张 它本身 就会有一个 28%的伤害减轻 也算是 防御力比较OK的 然后再配上它的必杀嘛 可以降攻防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一个 战斗路在 特殊指示这一边 就是不断的 降敌人的防御 保护 我们 这边 然后另一边的 这个 topo这边就是 同样也是可以降敌人攻防 而且它可以全属性干 所以就 很 很好去 去整个队伍的协调会做 可以比较 比较有效啦 这边就是 就是以防御面来想啦 如果要攻击面的话 这张 超商物天克斯 开路开到高的话 放上去 然后给它 搭配隶属的 物天克斯 绝对爽 因为这个 物天克斯 敌人2体 以上 就可以 攻防加40% 然后 因为这一张 它的 能力就是 短期战 超强的 登场的7回合内 攻击会有多70% 所以这张也是 可以把它给丢上去 如果开路开得多了 因为我这边开路开不多 所以我也是 在做考量啦 目前是这样子啦 想法 OK 接着 魔人之力啊 魔人之力老师说 没什么 因为它的 整个队员库里面 非常的窄啊 所以没什么好说了 代替队长就是这一只 立直细收 立直细收 可以来做代替 然后 还有什么了啊 稍微想一下 立直细收 魔人之力 还有一个队长 就是 复活战士啊 可是 角色也是很窄 所以也是蛮难的 我自己是不够 组不够啦 不过我看到人家介绍说 复活战士 也是可以 弄出一队来 那个就 要再看了 不过我这边 绝对是安心啦 整个普务队就是了 我个人是组普务队啦 最简单的 因为 这一张也有 这一张 这一张也有 算是比较安心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 靠这一张的 立直细收来 来组 会比较辛苦一点啦 因为只有120% 打起来是 整样都是难的啦 只是讲 这个类别真的很窄 没有抽到那些特定角色 根本就很难打 接着就是第八个类别啦 极具的成长啦 极具的成长 我觉得 这个类别蛮多的 首先就是 这个嘛 KFLA 再来就 因为它里面有HITTO的关系 我们也是可以组 第六宇宙的角色 算是还ok 然后 HITTO嘛 我个人是觉得 在战斗兔 他也很难有表现 真的是 完完全全超失败的一张限定卡 再不快把它给极限上来 真的是没有救了 真的是完全没有HITTO的身影啊 攻击死敌人 降攻两回合 20% 然后 防御力80% 唉 这个真的是不行啦 然后高确力一回合气绝 披杀激发动时攻击120% 然后攻击的对手在气劫的状态下 攻击在加80% 还有全属性效果发现 感觉是没什么用处啦 我这边都开了两路啊 可是 完全 没什么用到他的机会 哈哈 难啊难 真的是难这一张 就是HITTO也是另外一个劫法啦 就是用来组第六宇宙 然后再来嘛 纯粹赛亚人可以组 用这一只组 纯粹 要不然的话 看到没有 神剑犯 混血赛亚人 给他组下去 绝对是轻松啦 我是打算组混血赛亚人来玩看看先啦 安全第一 哈哈 应该可以 混血mix救世主 可是这边救世主好像不多啦 这边是不多 哦 纯粹赛亚人是这一只才对的 看一下够不够啊 我记得是够的 因为配合第六宇宙的赛亚人 其实是蛮够的 诶 有非常多啦 级粹的成长 角色很多 所以 要组纯粹是没有问题的 嘿嘿 只是讲 能不能通关另外讲啦 因为难度 还是不知道嘛 这些队伍好像组起来 如果不是很完整的队伍的话 是不够强的 混血的话我觉得还好一点 因为有神剑犯在 他能扛两个位啊 就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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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物犯的两张神卡都在内边内 所以 应该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吧 哈哈哈 老实说这个内边真的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有队伍的话 那么就更简单啦 再配上卡利夫拉 然后队员这一张 剩下再找一支扑住 然后两支卡利夫拉 走在第三顺位慢慢地去转 靠着他们来打就行了 这一张的防御力我相信是很足够 因为他可以回避 如果老实说要靠他回避的话 就要组全部的第六一种 他的回避能力才会给力 OK 这个是机具的神场 这就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算是最没有难度的 因为只要有角色在 可是不要像之前 上一次的战斗路这样子 那个最后的杀手锏 他的难度拉到很高 就打得很痛苦 接着第九个类别 力战奋斗 去年的体操蓝双人 这个队长记 这边的话 老实说就算有他做队长 组起来也是蛮不上不下的 因为队员很混杂 不过里面还是有这个舒芬 倒是还可以依赖吧 可是因为 这一张老实说 有他做队长的话 我个人建议 就是这一张配这个武天老师 然后另外一张就配这个悟空 剩下的三张就随便选 选一些比较ok的 因为像他这张本身就可以降攻 所以蛮安全的 然后这个归线人嘛 一个是可以超高确立气绝 然后一边就是可以必杀技封印 然后他们来互相搭配就ok了 这只悟空只要血量在一定程度以下 他可以发挥超大的攻击 快速的打不去了 ok这边是有队长的情况 如果没有队长的情况下 其中一个主法老实说蛮豪华的 就是用悟佛做队长 组地气宇宙 混那个技术 这个技术这边蛮多张 蛮多张四星的 像这一张其实我也是觉得 可以把它给摆上去 虽然说是toki doki 就是小概率的气绝嘛 但是放进去 因为他打的技术如果够多的话 因为一半也是要看 他们敌方的角色都不多 这一张我觉得是ok的 然后技术的角色蛮多 所以还算是可以安心的期待 然后另一个主法嘛 就是以这一张熟悟空 做队长组熟悟空系谱 熟悟空系谱来说 老实说强的不是很多 所以也是要看看一下 然后剩下的我没有 蛮多张我没有的 像知数的未来饭 提数的未来饭 这些我都没有 不然的话 他们摆进去也是蛮好用 看有人介绍是说 可以组师弟之盼 混血赛亚人 就是知数的那一张 那一张未来饭 因为我没有的关系 所以就没办法啦 对不对 其实是蛮多的 也可是也太杂了一点 最好还是有队长 没有队长老实说 是蛮困难的 ok这个是立战奋斗 最后最后就是救世主 救世主应该是里面 最容易的吧 也是可以最容易的 其中一个 有不错的强卡 然后也有 然后这个类别也很窄 重点是这个类别也很窄 所以官方应该不会做到它特别难 不可能因为有一只神剑乌饭做队长 他就把管卡调难了 所以这个管卡 我觉得它不会做得太难 然后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只 这一张神剑冲击饭嘛 可以用这只来组混血赛亚人 混血赛亚人 混血赛亚人蛮多的 在这边 混血混血混血 混血赛亚人 可以组得出来 只是讲 强不强就 另外再讲了 只是讲 可以组得出来吧 然后 另一个 另一个 后来我才发现到了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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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在这边 哇 眼盲突然找不到 太多了 这个类别 这是 排骨饭 这个联系的希望 然后 混血超细 气力 因为这边有100%的超细气力 加三张神 用这一张来混血 算是蛮好组的 如果单单这边就是有 1 2 3 4 5 6 都不错的角色了 6张 可以 可以用这样子来组法 如果是有抽到排骨饭 然后又没有 中级 中级物饭的话 而且这张的话 也可以组好友的神剑饭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本身有那个超细的 那个加持 最后最后 大家一定会有的 就是这一张 全属性 7力加2 雪公方100% 嗯 东西是偏低啦 但是 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才拿来用的 用这个来组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是组摩人仆 摩人仆 摩人仆把这个组上去 然后这两 这一张 配这一张 然后免费 因为很惨的情况下啦 这一张 中级饭 免费卡的 用来配好友的这个 技术饭 用这样子来打 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的 然后这一张也是把它组上去 摩人仆 无偏的加成会有 这一个类别 说难 主要就是在于 有没有卡 抽到卡啦 很窄 他真的是 也是非常窄的一个类别 因为角色太少了 哈哈 就这边 33张 OK 这就是以上10个类别的 稍微介绍一下啦 相信大家自己 对于卡组也是相当的懂啦 要怎么组 就按照自己的 所拥有的卡 来 来选择就好了 我这边大概 会想要先打的应该是 直接 我一般都是按照瞬息来打啦 从第一关打上来 哈哈 也没有说什么好打不好打 这一次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非常期待啦 这个 超级战斗之路 更期待的就是这个 L奥把他给 农出来 哈哈 好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 またねー 咱们 咱们 咱们